好 今天我跟陳英俊 我也跟他說了 我覺得他是全聯盟前三個後衛 以及也是比較小 有很多時間你可以表情更好 上籃的時候 我看到的通常你會比較深的位置 然後你會雙腳 或者有時候你拋頭的時候 也會是雙腳 可是我也在想 有時候你突破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非常高的 內線你可以就很快 這樣子 然後很快就上籃 那那時候 那個內線已經要準備去跳的時候 球已經到籃方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第二個就是你投籃往左邊的方向 比方說你在運球的時候 右左去投 現在你每次 往左邊的 你會這樣子 然後左右 那在這過程裡 你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最快的肯定就是 直接上 基林的姜維德 包括一些別的球人 他們就是往哪個方向 他們就是很快就會 知道腳步是什麼 然後很快就可以出手 你們學會了嗎 其實豪哥他不只是在訓練 還有比賽的時候 其實有觀察 我們學會觀察了非常地 邪膩 所以他在訓練 都會給我們很多的建 會需要好好把剛剛豪哥 傳授的這兩條技巧 那個好好的加點 進去 讓我們看